來 11點熱澡店最高差 不嗆不辣不上桌 妳知道我最近在期待什麼事嗎 什麼 我們不是要聚餐嗎 對 我們錄影完的隔天 對 就要聚餐了 對 我們好像認識那麼久 只聚了 我們常聚餐 我覺得 我覺得我們認識那麼久 大概三年 我們聚過三次餐 我覺得已經很多了 那都是尾牙吧 沒有 你怎麼知道 對 那基本上就沒有在聚餐了 有一次非尾牙 在一個私處 對 因為每一次跟你在一起聚餐 都很精采 我就可以回味無窮六個月 但我都悔恨交加 因為Maladie是我偶像 那我們聚餐的時候 一定要表現出最完美的一面 你真的很愛美 可是每次都在他面前出球 私處那一次 是我很霸氣說 好啦 那我要回家了 一站起來 砰 你就跌倒 我整個後腦勺 敲在那個地板上面 他最霸氣的是 人家菜還沒有上 他就空腹 狂喝這樣 狂喝 我說你在趕時間 你這樣子喝 他想演示他的緊張 真的 他酒喝下去 他才可以放出 變小微 狂喝 然後沒有想要站起來 就倒在地上了 我們嚇死了這樣子 明天我會表現得很好 你最好回家 養精蓄銳 睡午覺 我跟你講 我今天 我今天的早餐是什麼 妳知道嗎 是補品 我已經提早一天超前部署 在喝截酒液了 我有那個薑黃我拿給你 那個有用嗎 有 怪不得你每次都喝得這麼 沒有 你這樣講 人家以為我酒量很好 其實我也沒有很好 酒膽好 對 酒膽 OK 明星的聚會 非常有趣 有趣 對 對 今天呢 很多不能講的祕密 對 特別找了好朋友們 來聊聊他們跟明星藝人 聚會了一些有趣的事情 是 我們今天就來歡迎 我們天天揪聚餐的來賓們 歡迎小鐘哥 嗨 佩潔 小鐘 嗨 趙怡 佩大雅 歡迎 也是不曉得什麼風 把他吹來的宰哥 我們今天真的受寵若驚 真的 展哥來了 就是難得上節目的 統統都齊聚 聊聊那個 明星飯局的故事 我們通常會覺得說 吃飯就吃飯 但是現在 對現代人來講 吃飯也是一種交際應酬 是啊 但是藝人的飯局 真的都很戲劇就是了 八卦也多 樂趣也多 對啊 鐘哥 鐘哥的飯局 真的很多 每次我跟他吃飯 結局就是 或者 或者 因為我們講話太大聲了 真的 整個餐廳都知道 我們兩個人來了 我就是因為這樣 我就故意晚到 你知道嗎 後來鐘哥先到 講著眉飛色舞 然後老闆說 你們能不能小聲一點 鐘哥說 你這樣牽我大聲 等下 使用一年來 也就知道 好 我們要來問鐘哥 誰是你最佳飯友 我跟你講 其實我跟佩潔 我們就有嫣緣了 我們兩個曾經的飯局多特別 我們是相親 你說你跟佩潔相過親 對 而且我們的媒人 知道是誰嗎 我們的媒人是 潘老師是真心的要把 你們要衝合你們 潘老師這個人是 佩潔你幾歲那個時候 他把你相親給鐘哥 那時候 也三十左右 對 他們有很久以前 有 有六 七年前 對 三十歲 為什麼沒有 而且那家餐廳是 潘若迪找的 他算是 他就想 他就是想騙 他想吃一頓 想吃一頓 黃神老媽 因為那時候 他很喜歡那一家餐廳 潘若迪也會出這種招 對 而且潘若迪很會 很會閒餐廳 所以我們餐廳是他挑的 那個地方 那時候我剛錄完影的話 佩潔就是 也是在拍戲 拍戲 對 那時候我就 我們就兩個一起吃飯 然後我就覺得 潘老師終於介紹一個 還不錯的女生 因為她以前 就你們兩個人叫潘老師 三個人 因為潘老師以前介紹的 就三個人 那一至少再找一個 第四個 三個多尷尬 沒有 就我們 我們還聊得滿開心的 我還記得那時候 佩潔還拿她 她正在拍攝的那個 連續劇的影片給我看 對 對她印象還滿不錯的 但後來為什麼沒有後續聯絡 我真的 後來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佩潔妳還記得嗎 為什麼沒有後續 對 小鐘哥有沒有打電話給你 後續 有傳簡訊 我們過年會問好 對 她就是長肺炎 那不是男女之間的感情 我感覺她好像對我沒有 事到如今妳回想當時 妳對宗哥的感覺是怎樣 佩潔妳現在結婚妳可以講 沒有關係 試過境遷 覺得很紳士 可是因為我印象一直停在 潘老師一直在逼小鐘哥付錢 對啊 本來以為是潘老師要請我們吃飯 而且潘老師點一些菜 全部都他喜歡吃的 因為他都點老冰菜啊 花生啊 五根腸旺啊 對 水煮魚啊 對 所以小鐘哥很紳士啊 那這次是題外話 真正的要來了 最佳飯友 最佳飯友真的要來了 就是這一個 他是誰 蔣經國 蔣經國先生 沒有啦 不是經國先生啊 詹老師啦 我跟你講 詹老師算是我們最好的飯友 而且他常常會找我跟玉琳哥 去吃飯 有一次印象很深 他說這一次我們去吃一個 很棒的餐廳 叫海霞會 我說真的很厲害嗎 大家應該知道這個餐廳很厲害 不得了 那個排場 他找的那個朋友 跟我們一起吃的那個老闆 帶了十幾支紅酒 有義大利的 法國的什麼 我有懂紅酒的朋友 他一看說 這紅酒都很厲害的 然後點菜的時候 隨便點 無上仙 地王蟹 和牛 什麼的 隨便東西 隨便你點 我就覺得 海膽什麼 隨便你點 我就覺得這個 詹老師這個真的是很棒的 這個飯友 然後吃一吃 我們喝了酒 喝得很開心 甚至 因為他裡面的一個 他裡面老闆的一個客人 就是唱聲樂的 他就是 穿艷尾服 穿艷尾服 對 他還這樣 Oh Salomeo 就在邊吃邊唱 然後我們又吃得很開心 我就覺得 詹老師這個太棒的 太棒的這個飯友了 找我們來這個局真的太正典 那後來呢 他有再找我跟玉琳哥去吃 然後這一次找的又是不同的朋友 對 但這一次感覺 差很多 就是大概就牛肉幾片而已 然後我們還一直叫肉 好像他有點 就是不太願意讓我們叫肉 對 然後我們就吃得有點 可是是詹老師請 也是詹老師請的 然後慢慢地 我跟玉琳哥就覺得 其實我跟玉琳哥的作用就是 我們去就是要活絡現場 我感覺我們好像是 為什麼 你知道嗎 他找來的人通通都是 你們是陪客 對 他跟那些風水客戶都是老闆 他就說跟我們很熟 然後老闆又很喜歡我們 然後變得說 最後老師變成我們去就是 要貢獻笑話 貢獻魔術 甚至有時候有的局 我一去到 老師說 我來吃飯 我為什麼要戴魔術道具 或者我說現場的時候 我就很認真吃的時候 沒有活絡氣氛的時候 老師就過來說 講笑話 對 不講笑話 對 他有一次買完單 臉臭臭的 我說你幹嘛 我今天買單買得很不爽 為什麼 我說怎麼了 玉琳哥 你今天笑話都沒出來 他還要要求你 好笑喔 到後來我們跟他吃飯壓力很大 當我們是 比照偉要在辦理耶 你要先做功課 剛剛我們是酒店妹 有一點那個感覺 真的 我們有點像 我們沒有拿坐台費的酒店妹 對 但是有一個重點 就是這個局裡面的那個 東西都很好吃 可是我後來漸漸的發現 就是他到了後期有點走偏了 太商業化 就前期他要我們去陪客戶 對不對 對 那他會買單 後期他也是都弄客戶來 白吃白喝 有一次在五谷有沒有 五谷 對 也是我們不是也載歌載舞嗎 對 那一次還有講尾文 其實還有講尾文 還有講尾文 還有講尾文 原來海鮮店的老闆 因為詹老師也是幫他看風水 說 你海鮮我給你吃不用錢 你幫我找幾個藝人來 熱鬧一下這樣子 所以我們等於去免費 等於 也是沒有拿錢的飯局 開幕通告 對 這樣的熱鬧 那我要發覺就是 我們為了要貪這個小便宜 就是其實 有點不如自己拿錢出來吃一吃 對 後來就比 乖 詹老師就比較少找我們吃飯 所以 詹老師跟潘若迪 他們算同質性 只是潘若迪他心眼 不會用在吃的 他都用在住的 玩的 對 就是去 拍照拍不完 我想說 他不是好心說什麼招待我來玩 結果呢 最後一天 那個風景去的老闆跟我講說 那個玉琳哥還好你有來 有一次潘老師他辦他的生日派對 他要辦到淡水那邊去 對 要去兩天一夜 那個魚人碼頭旁邊那個飯店 我說我為什麼要到那個地方 要兩天一夜 重點是 兩天一夜 只有他全家人可以住兩天一夜 對 我們去了就要 我們是吃完就得閃喔 對 真假 他看到伴侶他全家 可以在那邊住兩天一夜 他說你兄弟你不來 我說 我說我去 我去我喝醉 我還怎麼回到淡水 辦一個這麼遠的 而且喝酒不能開 說真的玉琳哥 我們藝人其實真的是 大家常常電視上看到我們 我們去吃飯其實常常都會有一些優惠或幹嘛的 都會吃香的 喝辣的 但是有時候真的不一樣 有一次 我們大家一起去吃飯 然後我們去吃帝王蟹 對 你們家附近那一間 我家附近那一家 然後我們要點帝王蟹 然後我們就問老闆一支要多少錢 他說 一萬六 然後玉琳哥的老婆牙說 怎麼 那麼貴 就水口這樣 對 他說 貴 你去吃冷凍嗎 直接這樣很羞 真的假的 不給我們解釋 還拖延了 去吃冷凍 去吃冷凍 還不能嫌貴 一萬六不能嫌貴 對啊 一萬六一支 讓三個四個人自己還要多少錢 那家庭帝王蟹是空氣的 一萬六 我們只是隨便水口講一下 怎麼那麼貴嘛 對不對 因為每一支的價錢不一樣 要秤重嘛 所以水口這樣就說 就好像很看不起我們藝人 然後開始跟我們講 你們演藝圈都有認識很多 我說老闆 你也不要這樣看不起我們 對啊 我們看那麼扁 但我們其實那時候 真的我們很想 很有骨氣 想要走 因為 剛好又七點 又 也想說走的話 也不知道 那麼多人要去哪裡吃 又不知道 那我們又硬著頭皮說 好 那就點一萬六那一支 還是點了 還是點了 還有和牛 還有和牛 然後他那個 鍋子很大 因為帝王蟹 他請你吃嗎 還你付錢 怎麼可能 一定是我們付錢 對啊 所以他這一招很有用 他先這樣子講 然後你就被氣到了 你就全部點了 譬如說我可以 你過去吃飯幹嘛 老闆都會多招待幾道菜 或幹嘛對不對 那個不但沒有 他就是什麼都沒有 對 真的什麼都沒有 他那個鍋子很大 因為一般鍋子裝不了帝王蟹 他是真的用洗臉的那種臉盆 那種鐵製的臉盆這樣子 對 我後來經過那裡 我發現他對每個客人的 方式都是一樣 拿起來 老闆那多少錢 兩萬五 什麼啊 你去吃飲料 你去吃飲料 這也是行銷手法 我跟你講 好像是這樣子 跟買包一樣 跟買包一樣進去 那不要摸 那很貴 60萬 不曉得你可不可以 不是這種原理 對 好像是這樣子 只有你會上這種Dumb 我們不會 這樣吧 你如果要碰 小姐不要碰那個有點貴 那你要怎麼回它 跟我講 我也很難 太難了 所以那個 藝能界的飯菊王 在座都是 因為很多的聚餐 來講講說 最難忘的一次 最難忘的 座莊請客 很掉漆 也是跟玉琳哥有關係 那時候我 玉琳哥那時候 在當製作人的時候 百戰大勝利 百戰大勝利的時候 那時候因為我主持這個節目 這節目後來也主持了 差不多六 七年 很久了 這節目很長壽 順風順水 這個節目讓玉琳哥也是真的 同時間 那時候玉琳哥有十幾個節目 對啊 他那時候 十幾個耶 我薄利多銷啦 真的真的 就是一集節目大概賺個 一兩百萬這樣 對 但是一戲之間就整個垮了 然後我們那時候呢 就很感恩玉琳哥找我做那個節目 那我想說 大家就請大家去吃火鍋 然後吃完之後呢 我想說 那這個 那個一定要買單 我想說 這個前提是怎樣 是那個節目 那個 憲哥 鐘哥 小潘潘 然後還有 佩珍 還有 NONO 每個人都請過工作團隊吃過飯 只有小鐘還沒 對 所以我們就挖苦他說 人家小潘潘賺的也沒你多 對 都請了 都請了 之後也沒請 他就很霸氣說 不要再這樣 不要講我 我也不是 捨不得花錢的人 然後就很霸氣的說 來 整個團隊都帶來 整個團隊喔 二三十個人喔 都來了啦 反正就請很多人啦 請很多人 那後來買單的時候 我一看到兩萬多塊也還好 我說這很帥 我就披甲拿出來 卡拿去刷 就刷的時候那個人就說 忠哥 我說怎麼了 他說 卡 沒辦法刷過 我說是 不可能 我說裡面有好幾百萬 怎麼可能刷不過 你又不是提款卡 信用卡怎麼會有裡面有幾百萬 這種事情 我說裡面有很多錢 你再去刷一次 他說 忠哥 真的刷不過 我說真的 因為我合理 我說 你這樣亂七八糟 我那麼多人很沒面子 他說真的刷不過 我說怎麼會刷不過 他說 你的卡怎麼會裂掉 因為我長期戴在我的口袋裡面 太久沒用了 太久沒用了 用不到 然後我 他是裂開 然後他又把它組合起來 用膠袋黏起來 好 那你如果黏得很密就算了 不是他已經有點骨肉分離這樣子 就是還會 對 但之前前幾家店都刷得過 但是後來就真的刷不過 那後來我就說 不好意思 那玉琳哥 你就先幫我付這個錢 對 搞半天就變成 我要請客 我也沒再笨 我當場是付了啦 那我回去越想越不是滋味 對 第二天上班 我就跟會計小姐說 小鐘這個月的組織費 給了嗎 還沒 就等一下要會 你扣 扣 扣兩萬八 然後他還加碼 他說 我有買個新房子 你認購一下 這沙發 這一套八萬 對啊 所以那個印象真的很深刻 對 這是當時 這是我們的聚餐 你記不記得 小馬招我們大家聚餐 都是 你有沒有印象 大哥級的 對 有 因為小馬就 結婚以後當畫家 他現在畫畫也是走出一遍天 很棒 有心情大好 所以就 就請大家吃飯 招待我們吃 很棒 我們會去聚餐 最後還是充滿了疑惑 說 當時你跟鐘哥那個飯局 為什麼後來沒有後續 對 你講一個真實的答案 對 你講真實的 這OK 因為你已經結婚了 而且鐘哥是好前輩 我跟妳講真的 因為如果以前鐘哥有特別交代我 所以一定要問個答案 因為他心裡面滿受傷的 不是 你不要亂講 他結婚了好不好 沒有 我覺得那個時候 我們兩個人都沒有太熱情 然後好像都在等彼此多做一點 所以就 看 就卡在這兒 這就是答案 就是大家都太對重了 他在等你進一步 你也在等他進一步 因為大家都是藝人 總是都有一個 一個姿態 在 什麼 汗都流出來了 你不要為難他了 總是都有一個矜持在 對不對 宰哥 都有一個矜持在 你不主動 你等我主動 可惜那次一定沒喝酒 沒喝酒 如果喝酒就好了 對 真的 好 人生短短幾個秋 要就趕快 3不50 要及時 好朋友趕快再約一波 對啊 我們要趕快約 等一下誰請客 我跟你講 哥就是霸氣 好像明天那一團應該 近30個人 對啊 對 哥買單 真的假的 我想說我買 但是我先聽哥的 因為 因為哥是前輩 哥竟然要先買 小女士我就不搶了 你們就是去那個 吃5萬8的那一家 5萬8那一家 OK啦 好開心喔 謝謝大家 謝謝 哥要買單 我就不請囉 多買喔 明天 對啊 但是除了長輩以外 我其實 我滿常遇到就是同輩的人 常常比如說 等一下你先付 然後等一下還 對 很常發生在我們最近的生活上 比如說啦啦隊嗎 什麼樣子 OK 對 然後我們常常就是 因為我們會練舞嘛 然後練舞 就我個人會有一個習慣就是 大家有沒有要買什麼 練舞比如說大家喝水 或運動飲料什麼什麼 我們當然會 禮貌性的隨口一問 然後問了 問題就來了 一個人要點 兩個人要點 三個人 四個人 五個人 六個人 七個人 到十個人 我想說天啊 我一個人到底買得了這麼多東西嗎 他們是完全沒有在客氣 我想說我只是順口問一下而已 然後好 沒關係 他們真的敢問 我就敢去 就是敢去買 我一個人就扛了十罐飲料這樣 你就扛一籃這樣子 對 就拿 有時候還跟他借菜籃 然後等一下還要還他 還那個便衣商店 然後就拿回來之後 他們就說 來 因為大家就在練舞過程嘛 就說 這個多少錢 我想說水不就是那種一二十塊嗎 幹嘛還要刻意問多少錢 我說沒關係 你到時候再給我 我說 好 我等一下要給你 我等一下要給你 我說 好 你幹嘛要那麼客氣 你就說好 現在二十塊 每個人二十塊 不是 因為當下大家都在練舞啊 大家可能還在 還在練 還在幹嘛 然後你突然跟人家 因為其實 他們一品一個人對你 可能是二十塊錢 他們覺得是小錢 但是你集結了十個人 那是兩百塊的事情 雞殺就成塔了 對 但是這件事情呢 也不是只有發生一次 然後都覺得你好像每次開口 理所當然 跟人家拿二十塊你就會覺得 人家會覺得 才二十塊而已 你幹嘛一定要現在跟我拿 我等一下可以給你啊 對 每一次都是這樣 然後甚至還有到那種叫計程車 因為現在計程車 不是說綁定手機 然後我們信用卡會自動付款 他們很聰明 現在就說 來 計程車 我這個 我現在沒有網路 你先叫 你先叫 你先幫我叫這樣 我說沒有網路 你沒有網路 我會有網路嗎 我說好 我先叫他看看 我說 你就探哥 你根本不要做這些事情 你也不要叫 你也不要跟他講說 我幫你買飲料 都不要講 他沒網路 妳有網路幹嘛 妳是頭頂有一個那個 什麼 網路云 然後他們有各種理由 真的久了久之 你也漸漸會忘了跟他們說 不好意思 上次那個車錢沒有給 上次那個飲料錢 就默默這樣 最討厭聽到什麼 等一下我給你 等一下 這才沒多少錢 我等一下給你啊 他有時候不這麼講 他那麼用類似的話說 那下次我請你 下次我請你 這句話也很常說 沒關係 你這次付 下次我再給你 我現在沒有零錢 我下次換 我請你 沒有下次 下次還是我再付 那你就下次不要講說 你要買飲料 誰要什麼 你自己去買 沒有 這個是禮貌 沒有 久了你就知道 久了你就知道 不要有這種禮貌 你就去買你的 最好就在商店門口 就咕嚕咕嚕咕嚕 自己喝完 沒有 有時候不要讓人家 當作沒事回去 幹嘛那麼可憐 對 也真的會有人看到你買回去說 你幹嘛要去不跟我講 這有時候難拒絕 是因為那個都是小錢 因為如果拒絕還變大錢 不會 我會要欸 我也會 20塊你也會要嗎 這是一碼歸一碼 我覺得朋友之間 不要有金錢的這種 那20塊你怎麼要 20塊你怎麼要 20塊 每一個人誰有 一瓶你料20塊 你要拿水的時候 我給你水 我就跟你說20 對啊 他們會說 我現在很口 我等一下給我給他 沒有 我就是20 沒有 那我就會跟他講 等到結束之後碰到他說 剛才水20 你還沒給我 我會講 我說這個水20 對 你還沒給我 沒有 我現在給 我現在沒有 現在他講話了 你機車一點 他每個就不敢麻煩你了 你要機車一點 真的 而且要硬要 他下次就不會忘記了 他就不會再等一下 他說沒現金 我說拉一配 沒辦法配 我說沒關係 我有零錢找你 沒辦法配 等到我錢再來拿20塊 我那麼硬 要搞到拉一配 不是 我覺得錢不可以這樣 就小錢 大家都會覺得小錢沒事 因為心理會不平衡 對 我不敢 我不敢 我債組太多了 借的錢太多了 因為他們那一團 有十之八九都這一種 這是你說的 你剛剛講的不是 你剛剛講說每一個人都這樣 我都當頂來累 我沒有說是誰 你剛剛講那個 跨泥水就已經有十個人了 裡面那一團才幾個人而已 每幾個人就已經有十個人 幹這種事了 那比例也太高了吧 好 來 智希 破過窗口 來 還有一種是這種 沒關係 你忙 妳說還是別人說 我是嗎 我說這種時候呢 其實應該男生女生都很常聽到這句話 是女生常常對男生說 比如說我們曾經在交往的一段過程 比如說 女生總是會有一個月 那麼不舒服的那幾天 然後就會不好意思 譬如說那時候男朋友就會說 寶貝啊 我現在可能要外面有聚餐 然後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說那妳現在 我如果去聚餐妳OK嗎 但是因為礙於這種狀態 我們女生都會說 對啊 妳想要體貼她 你也不能說我不OK 妳就是要陪我 她有 妳又怕她討厭妳 對 我們總不可能就說沒有 我老娘就不舒服 妳現在立馬回來陪我 沒有 我們就說 沒有啦 還可以 妳聚餐要多久 如果你還可以的話 我可能跟朋友約 但現在七點 我們大概到十二點吧 然後去了那就算了 在那個過程中 真的是一通電話也沒有問 直到她一直要到十二點 要回來說 寶貝啊 妳現在還好嗎 因為男生他就很 她的腦子很直 她覺得說妳跟她講去忙 她就去忙 那忙了她沒那麼吵 她打給妳幹嘛 妳在家妳應該沒事 但是我們就是不舒服 我們需要被照顧 女生是需要被哄的 我們是不是可以這樣子講嗎 我們這樣講 妳們會留下來嗎 妳們會覺得我們 很無力懲鬧嗎 妳們會留下來 如果妳們真的開口了 會留下來 那會不爽 但是心裡面會嗶嗶 一定會嗶嗶 對 因為她們就是 either妳就是要講 或妳就是不要有任何期待 妳對她不要有期待 妳就不會傷心 我覺得妳不回來最好 男人很奇怪 妳越不要她回來 她就越要回來 妳臉皮太薄 妳可以去參考一下 妳臉皮很厚的朋友 她們怎麼做 去問一下她們 沒關係 你一個人就是明講 妳就是應該這樣 就說 沒關係 妳忙 妳去問一下妳的那些朋友 妳說我是不舒服 沒錯 但妳也在忙 那沒關係 因為我是有點不舒服 要不然我去找人家陪我好了 我就要找人家陪妳 是什麼意思 會出事嗎 沒有 就是說 她的意思就是 沒關係 妳先去忙 妳看妳要忙到幾點 我就叫那個人 留到幾點好了 談戀愛 多喝熱水 簡直是涼罵 婚姻我們就很直白 妳現在要去哪裡 對 妳去啊 去 趕快 妳不要回來 對 妳去 又回來了 我去是不是 妳去 那是好 妳不要回來了 然後她就跟妳 對 她就打來 我是真的不回來 因為結婚了以後 她需要以後 她老了 我們要照顧她 她也怕得罪我們 真的 真的 她老了還可以換人 所以她就不在乎 這不同層面的耶 對 我現在如果敢跟我老婆 這樣說 我真的 我真的不會來 我就會聽到 電話那邊怎麼有 鞭炮聲 對 再慶祝了啦 她們開心的音樂 也慶祝了 不是把那個門鎖換掉 妳這樣也進不來了 來 美玉姐 我這句話呢 我們這個行業特別常會講到 辛苦了 有你真好 有你真好的話是 交情比較好的 可是辛苦一定會講嘛 我們收過你會說 辛苦了 辛苦了 大家辛苦了 對 但是我們這個行業 特別常會講這句話 對 有一次呢 就是在劇組拍完戲的時候 一樣就說 辛苦了 辛苦了 阿姐姐 新鮮幸很謝謝你 這樣子 一個長輩 她就說 很酸的說一句說 不會啊 等這麼久怎麼會辛苦 你比較辛苦啊 這樣子 然後我就尬在那邊 我想說 現在怎麼樣 這就是一個禮貌而已嘛 我想說 那就辛苦了 我說 那好 那姐 你辛苦多等一下 然後我就很尷尬的離開 對 這句話 不然我要講什麼 對不對 我說 掰啦 繼續工作 活該 這樣子嗎 不可能吧 一定是說辛苦了 活該 耶 我下班了 你繼續加油 對啊 爽啊 我下班了 慢慢拍吧 一定是講辛苦了 她講辛苦 結果你 回我這種酸言酸語 什麼意思 我當然知道你在等你 而且把氣出在你身上 對啊 你還沒 你還沒辛苦到 關我屁事啊 對不對 對啊 只是禮貌心感 我常常遇到這種事情啊 因為我是身為副隊長嘛 然後因為其實我們平均每 是隊長跟副隊長 然後呢 因為常常人家都會跟你說 比如說你幫他丟垃圾 或收東西 或幫他整理一些衣服什麼的 他會說 芸汐真的有你很好耶 天啊 你好棒喔 然後我想說 他感謝我了 很開心嘛 我想說 反正因為我也是在幫他做事嘛 久而久之之後來 因為今年又要 剛好要換了 我們要換那個正副隊長 然後人家就講說 那個副隊長要幹嘛啊 然後就有人默默衝出來說 副隊長要幹嘛嗎 我想說天啊 我平常在 你還是曾經跟我說過說 有你真好耶 你不是職日生 你還要做那麼多事情的人 那等於在女色 你好像都沒有在幹嘛一樣 對 然後就說 副隊長要幹嘛 沒幹嘛 然後我瞬間心寒 我整個暴怒 就說天啊 你怎麼說我沒有幹嘛 我常常... 最常常幫你買東西 然後你還沒有給我錢 你還跟我說沒有那個 所以是同一個人耶 都有 講那些 風涼話都差不多那些 辛苦了 這句話有時候會被你鬼打牆 就是... 其實那也是一句客套話 就結束工作 辛苦了哦 對 那個人沒幫你搬 沒有 映恩哥 你才辛苦 你更辛苦 然後我們就說 沒有 你比較辛苦 沒有 你比我更辛苦 沒有 說真的你比較辛苦 你比較辛苦 我完全沒有 講到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要結束 對 不知道什麼時候 才會結束 反正我們就是一個 多理的一個民主 民潔 好 接下來就是客套話的 TOP1 下次約 這個很煩 這句話一定是TOP1 但是你有沒有遇過 我講這種話 然後對方直接拿起手機說 我下... 這周六剛好有時間 我直接跟你約起來哦 但是你並不想跟他約哦 那你幹嘛要講下次約 對啦 你幹嘛講 下次見啊 下次約 下次約 口頭慘 對啊 口頭慘嘛 如果對方跟你講電臉 電臉 好老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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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臉 電臉是多修以前的名臉 電臉真的不行 連我都嫌你老了 那是電臉 電臉 電臉 我到現在都講電臉了 超老的耶 跟北車一樣 你說然後結束 沒有 如果人家跟你說 電話連絡 這真的要約啊 你知道嗎 像我之前錄百戰的時候 那你知道那些天使 百戰是什麼 還談那麼久的事情 比北車還久 百戰是你的 比北車還久很多耶 對 我的意思說 那時候在錄 妳在百戰當天使啊 不是 那時候當主持群嘛 剛瓜哥他們一起是主持群 然後那時候都有天使來錄影 那因為他們來錄影之後 他們錢很少 那要被基金也抽 他們還要自己 自己負責交通來回 那因為那時候是 後期是在苗栗錄影 所以有時候回去的時候 我就覺得他們滿 滿辛苦的 因為酬勞真的不多 所以有時候我就會跟他們講說 那因為我會回台北 你們就意思就是 我說我可以載你們回 我說我說我住永和 那你們看要不要搭我車回永和這樣子 那我的意思說 妳就是載妳到我家附近 那至少也是載到 新北市 妳可以自己再坐車回去 沒有 他們就上我的車 而且一上車就坐到後座 然後我就是司機了嘛 Uber 然後就對 就載到 載到 快要到永和 她就說 甄莉姐 我就住在那個 符合橋橋頭 妳可以開到那個橋頭 就是和平東路那裡 放我下來嗎 然後 我就在那裡 那妳再調頭 直接再回去就好 然後我想說 那 現在意思就 我就司機了嘛 對 就要把他送回去嘛 對 想說好吧 都已經開了 那就 也就算了 然後把他送到那裡 他下次的時候 他還跟我說 欸 下次再請你吃飯喔 這一聽就知道在呼嚨我嗎 因為怎麼可能有下次 第一個他也沒我電話 第二個下次要什麼時候 再約我吃飯 他就走了 我就覺得我被呼嚨了 後來 後來每一個天使坐我車 上車都坐後面 我超XX就換一台Z3 你知道就只有兩個人坐的 這故事告訴我們 我們世界上沒有天使 有時候場面話 真的不能當真 那大家為了要這個 和樂融融 什麼鬼話都說得出來 小心要傷了自己 就是 要學習說不 真的 這個就是東客套西客套 有時候人在社會上 就不免要客套 但是唯獨一件事 就是不能客套 哪一件事 感情的事不能客套 對 所以節目最後還是要祝福 Michael跟Gina 有情人 忠誠眷屬 對 百年好和 榮豫 愛和 Together Forever 對 今天好 今天好結束 必主持人到 來幫Michael加薪 50萬 來第二組 Devin跟Lolita 有了 立馬說出去 就是我懷孕這件事情 對 因為當時發現懷孕的時候 其實很驚訝 因為我們是沒有預期的 然後反正那時候一發現的時候 我就想說怎麼可能會有很驚訝 因為沒有在規劃裡面 然後在我 在我以前我都覺得說如果要生小孩 一定要先存很多錢 因為大家都說養小孩很貴 那我就覺得我們甚至連房子什麼都還沒有買 那應該要先有買個房子 之後才能夠來照顧小孩 所以那時候我真的是很驚嚇到一個不行 然後我就立刻跟他講 講了之後我就說我們要好好的討論一下 就是 妳那時候講的時候有像戲裡面演的那樣嗎 就說 沒有 我跟你講 我就只有傳訊息給他 我說我有啦 對 然後我說我們要討論怎麼辦 然後我就說 那在討論出這個結果之前 我們都不要講 就是我是真的連我媽什麼的 就是身邊所有親朋友 還有一個字都沒有講這樣子 所以天之地之 妳們之 這樣子 對 我就想說我們先討論這樣子 然後呢 因為就是發現之後隔天 去看牙醫 本來就預約好了 那我那牙醫是她朋友 剛好她也認識是她朋友這樣 然後我就去 那個躺在那邊的時候 那牙醫就過來說 恭喜你 然後我就想說 怎麼了嗎 最近有什麼事嗎 她說 然後我就想說 牙醫都知道了 對 我就說先不要講 然後因為旁邊其實還有其他的 護士小姐什麼的 等於他們也都知道 然後我就很生氣 我就想說 才昨天才跟你講說先不要講 你轉頭就立刻去告訴別人 JASY 你嘴巴怎麼那麼大 然後我就超生氣的 我被我朋友出賣了 沒有 因為 妳那時候覺得有是 是驗孕棒 對 因為那時候是 其實我之前本來生理期就很不準 因為很多女生都是這樣子 都會內分泌失調 然後我之前就是常常 本來就會 兩三個月都沒來 然後突然間來兩個月 這很正常的事情 那只要兩三個月沒來 我就會去那個婦科診所 都可以打催精針 就她打了之後月經就會來 就會讓你順這樣子 那我那時候也是 想說去婦科診所 我要打那個針 然後因為打那個催精針的SOP 就是她一定會先叫你去驗孕 就是她的本來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那時候就很自然 就好 去驗孕 醫院就想說 怎麼會兩條線 然後我就立刻去 妳有沒有懷疑是金冠病毒 我就沒有 我就 不是 那就驗孕 跑去驗孕 醫院就想說 怎麼會兩條線 然後我就立刻去 妳有沒有懷疑是金冠病毒 我就沒有 我就 不是 那就驗尿 驗尿 對 因為妳很幸運 因為很多女人 她這個經期亂 她根本不能懷孕 所以我就很驚訝 是因為那時候醫生也說 妳這個經期這麼不順很長 內分泌失調 妳可能會不孕 然後再加上那時候 我去體檢的時候 她有測說 她說妳的男性荷爾蒙 比很多男生還要高 她說妳高成這個樣子 會不孕 然後再來年紀又很大 然後我身邊 所有的女生朋友都去動軟 但是因為我人生 本來就沒有想說 我一定要小孩 所以我也沒有動軟 所以我就嚇到不行 我那時候還衝去櫃台 那就是上天給妳的禮物 對啊 真的 她只能說她的真的很會油 對 就很可怕 好可怕 我看可能70歲的都可以懷孕 因為妳是真的嚇到 因為我都心 好 待會兒回應一下 為什麼 這明明是你們兩個的秘密 妳卻跟牙醫師 牙醫講 對啊 你為什麼嘴巴那麼大 待會兒 首先因為她那一天 因為第二天她就要去看牙醫了 那個牙醫也是 她也是最近當爸爸的 所以我就想說 我跟她講一下 因為妳去看牙醫 妳會打麻醉針 妳會有照X光什麼東西的 所以我知道說 我應該暗示她一下 但是我跟她說 兄弟 不要講話 不要講出去 就是妳自己知道就好了 我說我都不知道 她第一件事情應該說 恭喜 我整個臉就 先恭喜我 然後我真尷尬到不行 而且明明我就只是去洗 根本不會照到X光 也不會打麻醉 會啊 不會 為什麼不會打麻醉 可是羅利亞她是關心妳 對啊 對 然後那時候其實我一半是 我有貼心 然後一半是想要請教一下說 新手爸爸要注意什麼事情 我也要注意了什麼事情 對 新手爸爸 離你真的要當爸爸還滿漫長的 所以你是開心的嗎 開心 對 說到底你是開心的嗎 對 我開心的 我開心的 你聽到這個訊息 你第一個念頭 我是挫到一下 因為我記得那一天 她好像也是來錄櫃節目 然後我是傳訊給她說 今天錄影怎麼樣 因為我有習慣就是 我知道她錄影 她是在我們節目懷孕的 不是 那也太怪了 對 我就說因為習慣就抓個時間 然後就說 今天錄影怎麼樣 然後她第一句話說 我就罵 她 然後就說你 害死我了 我心想說 她是不是忘記調靜音還是怎麼樣 我傳訊給她 她讓她手機響了 然後說 到底是什麼回事 為什麼我懷孕了 沒有 就是那時候錄完 然後就想說去診所打催精針 然後就發現這件事情 然後就想說怎麼會這樣 就很驚訝啊 太驚訝了 你們避孕怎麼會這樣子 Devan 你要不要講下一句 是後面一樣會講嗎 還是 你現在可以講 你現在可以講 好 因為這個東西呢 這個台 都是跟別人抱怨這件事情 特別是她懷孕之後 她一直覺得我 覺得你什麼 用便宜貨 用便宜貨 之所以有避孕還會懷孕 是不是跟用便宜貨也有關聯 但是我覺得我要澄清一點 我並不是只用 我有嘗試用不同的東西 因為她都是說 可能就是我會在 我覺得這個東西 是非常親密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會 就是想要知道她的感受 會是怎麼樣 或是怎麼樣 所以我會去買 這也是貼心的 那妳應該是買那種 0.001的吧 我都有用 她的就是有一陣子 我就覺得都特別不舒服 然後那時候我就想說 到底是用什麼東西 她用保鮮膜對不對 對 塑膠袋 對 塑膠袋 我跟通常保鮮膠袋 有時候擠的時候 那個手扒漆的手套 對啦 又誤導彈 胡說 所以她會有學生相信 沒錢的就會是嗎 不要這樣子 那個沒有用 那個沒有用 妳說妳覺得 Royta妳說妳覺得不舒服 然後呢 然後我就有跟她抱怨 就想說一般保鮮套 不是一盒都只有五 六個 小小一盒嗎 對 然後那時候就一看她的抽屜 我一看我想說 這好大盒 一盒二 三十格 然後看起來就很便宜 然後我後來上網查 就很便宜 一盒那二 三十個 才兩 三百塊 超級便宜的 那不行 所以後來 二 三十個才兩 三百塊 超級便宜的 沒有 怎麼沒有 沒有那麼便宜的 送肥皂 對 然後我就有跟她抱怨 我就跟她抱怨了 但她都不換 她就覺得說不要浪費 然後我那時候就覺得 這個真的不行 結果妳看果然就出事了嗎 妳那時候為了省錢 買這種便宜貨 現在妳就知道 妳那個到底去哪裡弄來的 那個便宜保險套 可以要兩 三百個 二 三十個 應該也 二 三十 首先應該也沒那麼便宜 然後我也忘記 因為我們那時候真的是 買了很多不同的 我知道妳是不是過期了 沒有 妳是不是都過期 應該符合 因為用得還滿勤勞的 沒有 過期就 沒有 女生的感受最清楚 如果她會覺得那裡不舒服 因為那裡很敏感 就表示妳那個保險套 已經裂化了 那個材質 真的 就是有可能 它就是 也是蓋化 也是蓋化 跟車子一樣 我那位比較私密 那一盒有三十入對不對 這三十入你們用多久 我時間把它用完了 真的 來 沒有完還在 你給我丟掉 剩下來你給我丟掉 沒有 剩下來當然已經處理掉 但是 其實用得還滿快的 對 因為他們熱戀 正常我們如果有三十入的話 三十入我們可能會用三年 太久了 那你真的會蓋化 你快點講完 然後呢 你還有下一條 你說她爆 蘿莉塔爆料什麼 蘿莉塔是 她爆料我 就是 其實我們 就是結婚這件事情 我們有答應要簽 保密喔 婚前協議 你們還要簽婚前協議 她很堅持 她很怕我偷她的錢 我不是 你不是富二代嗎 沒有 我真的不是 但是因為我的 我現在 你爸爸不是沒錢給你 我沒有拿我爸爸任何錢 對啊 那你真的當時太不理智了 幹嘛吵架對不對 沒有 因為我 我媽媽也是覺得說 就是斷就斷乾淨 就是 沒什麼好 沒什麼了不起的 對啊 自己重新再來 我媽媽也是個女強人 她也是重新就是 白手 就是重新白手起家 對啊 感人啊 對啊 那現在媽媽年紀大了 所以我會幫她就是 處理一些 就是她家庭 家裡面的一些財務的一些東西 規劃 規劃 對啊 那所以我的名下有一些 就是我媽媽的錢 所以你要簽婚前協議 其實不是這個 不是對她 只是說 就是給我家人一個 就是答案就是說 交代 那協議內容大致是寫什麼東西 婚前協議其實就是 當然就是最基本的就是 公式 對 公式就是財產分 就是分割 你的錢就你的錢 她的錢是 就是婚前婚後的財產 各自擁有這樣 對 然後最重要的就是 她有希望就是 有加一條就是 外遇 外遇條款 外遇誰 裡面是加說雙方 就是因為他們那整個 協議是他們家寫給我 那我覺得都OK 那我說唯一加一條 如果我們任何一方外遇 你一定要賠錢給對方 那時候我就是 他給我那我當然就給律師嘛 那我就說 好 那我要加這一條 請律師幫我加進去 那我就有律師就說 因為他寫過很多婚前協議 我就問他說 那通常平均金額是多少 他說通常平均金額大概300萬 他說他之前寫的 我說那就按照平均金額就好了 廢話 所以財產已經分開了 300萬 300萬就可以算了 可以再偷出一個 對 如果說因為外遇離婚 這個300萬是另外算的 300萬是罰金 300萬是罰金這樣子 那這個東西是雙方的 就是基本上我也要 我偷資會抓到 我也要給他300萬 他偷資會抓到給我300萬 你偷資你給他300萬 他偷資 也是300萬 這件事情當然 大家都不希望發生 我幫你300萬 這些事情當然都不希望發生 但是我看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可能理智太 太過於理智了 理智線太粗了 斷不了了 然後就變成 我就還跟他講說 我還跟他說300萬有點太過 我給你砍一下價錢好不好 你還砍一下 他跟我殺價 我那邊跟傻價然後套壺 你不會生氣 你不會生氣 我自己 我自己後來想一下 我以為我在幹嘛 你是有偷資的準備是不是 對 對 他直接殺價說他直接殺100萬 我自己講完了 之後我就覺得說我是幹什麼 果然 防君子 沒辦法防小人 對 如果我是你的話 我就說我直接加到500萬 對啊 才是真愛 我要你 我跟你講 三億我都跟他拚了 因為我們就是 不要直接 或是不要被抓到就好了 我直接加嘛 而且你外遇不用給我錢 你講到重點了 不是這樣我不能外遇 就是 外遇沒有錯 錯是在你 不該被抓到 也是 反正你就不要外遇 或你不要被抓到 而且因為其實300萬 我也會被拔 那這個東西是 我也當然也會覺得 300萬 可是我就會想說 因為是雙方的 那我就覺得如果我真的有錯 那我罰這個錢是合理的 可是他卻會跟我殺價說 可不可以少100萬 然後你就會很生氣 還要討價還價這個東西 這個本來就是感情已經很脆軟 你在講這個 對 然後就是我要跟配偶 你在講說 寶貝 我不在乎 我給你一千萬都好 我這杯子會偷吃 對 他就罰了你的孩子了 等一下在進去不會講話 我就是想說 我就是說 OK 好 我就是 我不打算做這件事情 但是以防萬一就是說 你就是老闆 不是以防萬一 不是說我要偷吃或是 所以你還是有那個萬一的念頭 對 所以我很生氣 所以那時候我遇到這樣的情況 我就想說 我就想說 我要去問一些已婚的朋友 問他們是不是也有簽這個 有沒有遇到 這樣的狀況 然後所有人聽到都很驚訝 那你也不能怪我告訴朋友 因為我當時真的覺得說 我沒有經驗 所以Devin那時候在氣妳說 把婚間協議給卸得出來 他說我怎麼可以跟人家說 還有殺價 他在跟我吵這個架超聲 我那時候 你自己都知道你不應該殺價 你還殺 我知道 我都已經跟他道歉 你一個用劣質保險套的 你有什麼資格 比較在於 他後來說 他覺得他不應該殺價 但婚前實際他先好拿來 上面就是殺過的架 你數字還是給我貼殺過的 沒有 我的天真是殺價 你不可以叫自己改合約 那個約妳有簽下去嗎 羅伊塔 我現在還擺在家裡 因為我覺得很生氣 你一開始殺價 開那個心情的那個中間 對 我知道 不是簽這個本來就很脆弱 然後你簽了以後還要被殺價 對一個以代的媽媽來講 這個是 因為懷孕已經心情起婚了 對 他還要跟我殺價 你都用了廉價的保險套了 你還要在這邊跟人家殺價 沒有 我也沒有 你怎麼這樣子 我也用很多保險套 用廉價保險套殺價 如果妳外遇還用廉價保險套 我就生氣了 對啊 這不是重點 廉價又烈死 還會刺痛 外遇對象都不開心 我跟你講 殺價 他很可憐 你看你們才坐幾次 他就懷孕了 而肚子不舒服的狀態下 對啊 這個做得不划算 你說炒飯的時候已經不開心了 對不對 懷孕又不開心 還要懷孕 又來個條約又不開心 三個都不開心 這個不行 講句話哥 你講句話 真的 玉琳哥 我跟你講 那個協議書還沒簽 可是時間拖越久 對妳是越不利的 Rita 因為妳現在懷孕 現在是她有優勢 對 對啊 對 確實是這樣 因為就是我之前還認真有去查說 如果沒有登記的話 小孩是都要負責 結果後來發現不是耶 如果我們沒有登記 就是那個 身分就是付不祥 那她就不用負任何責任 但我們其實老實說 因為她殺掉這個行為 就已經讓我覺得 我一定是很想結婚 不行 你不行 因為你肚子已經有小孩了 是不是 對 就是卡 所以我就覺得 我就覺得女生就很吃虧 所以各位觀眾朋友 不要用聯想保險套 不要用便宜的保險套 拜託 這個錢不要省 真的 要小心 一盒也才兩三百塊而已 真的沒關係 就人家講的一步錯錯 不步錯 真的 真的要小心 不能用廉價的保險套 一切婚姻的開始都是 對 這邊有劣質的保險套 這句話也是要跟小鐘哥講 因為小鐘哥 你不要再拿正品保險套了 那也有可能出事 我現在這個年紀我都不戴 沒有 OK 好 我們來第三組 母女組 好 母女組 我懷疑我媽媽也是 可能用廉價的保險套 怎麼說 我才倒霉耶 我第一次就中了 落枚學 真的喔 對見嗎 老公是你的初戀 好 我們來第三組 母女組 好 母女組 我懷疑我媽媽也是 可能用廉價的保險套 怎麼說 我才倒霉耶 我第一次就中了 落枚學 真的喔 對見嗎 老公是你的初戀 是嗎 不是 可是 就是怎樣 那第幾個 第四個 妳都配妳是第1個對不對 糟糕 沒有 我跟你講 因為當初 我跟她認識不到一年 她爸爸媽媽一直要我跟她 趕快結婚了 因為她想急著抱孫子 我說我沒想那麼早結婚 因為我的四周朋友都還沒有結婚 我說我沒有想那麼早結婚 因為我還想要玩 那我不會 妳想要玩 對 還想要玩 妳想要玩什麼 多看看 因為畢竟 多比較 十二歲 很年輕 對 二十二歲 二十二歲 妳們那個時候都玩什麼 很年輕 六兵 還有保齡球 什麼玩 唱歌 什麼都有 有 有 人家那麼二十二歲 他教氣舞 那裝圖子 有點比較像現在這樣子 他那時候就一直到處說 我小時候很醜 跟所有的朋友講 然後他就說 他把我可以生得這麼漂亮 是因為他從小 就是我每天睡覺 他幫我翻半小時 另外一邊用半小時 他說我的美是他後天這樣子 幫我造成 但是其實為什麼我會說我很醜 是因為他小時候 我在我媽媽的肚子裡面 我就聽到我媽媽說 他幫我拿掉 那妳有聽到 我有聽到 所以這怎麼會自己 會 那胎兒記憶 真的有 有人好像有千分之五的人 聽得到 他是記得在媽媽肚子裡面的狀況 對 所以他跟我殺下小孩也聽到了 我只會記得說 真的聽得到 爸爸殺掉 對 而且因為我媽就一直跟人家講說 他懷疑我是報錯的 因為他三次產檢 我都是男生 然後生出來的時候 我是一個女生 所以我在肚子裡面的時候 就聽到我媽她去三次產檢 第一次她就說 這被卡掉 因為就是 只要是男生 因為我爸爸是單傳 就我爸爸只有一個男生 他的公公婆跟他說 如果是男生就不能拿 如果是女生可以拿 為什麼 好壞喔 而且女生多值錢 然後我媽就去 我就聽到了 所以那時候 到第一次超音波的時候 就是攸關我的生死了 對不對 我就把那個 下面 我把我的私密書面 我伸出我的食指這樣 對 所以這時候 超音波出來 他說這個可能疑似是男生 你可能要過下個月再來檢查 再確保一次 一開始產檢覺得 疑似女生 疑似男生 然後第二次我媽又去喔 我又聽到這次要產檢 我手更粗我就這樣 然後呢 這次他說可能真的是男生了 然後我媽說 可是他真的很想拿掉 然後第三次 他檢查了三次喔 我三次都一直偽裝 我是男生 連到我出生那一天喔 我也是生出來就是 就是像一個小男生一樣 就是一定要醜醜的 黑黑的 這樣才不會被拿掉 所以我生出來那麼醜 是因為我聽到他跟我說 我是男生 對 所以變成是我心中就有陰影 到我高中 那個都還沒有來 我就覺得我自己是不是 可能會不會是陰陽 或什麼 真的 就是會覺得自己 會不會是你很晚 你很晚來 就因為我覺得會不會 其實我真的是男生 然後因為我小時候是真的 你們大家看照片 就是比較偏男性化 右邊 然後我媽就跟我說 你弟弟是 我弟弟是白的 弟弟怎麼這麼白 兒子比較帥 比較帥 他們兩個在一起的時候 每個都抱我兒子 還不抱他 因為我有他說真的 為什麼不喜歡 因為他害我 不喜歡 不能吃不好又睡不好 因為聞到東西就想吐 我懷他的時候沒辦法吃東西 真的 超難受 真的喔 我懷到第七哥才吃下東西 因為我懷他的時候就是 肚子很小 然後他生出來還不到兩公斤 還不到兩公斤 還可以 因為吐小來了 真的很厲害 你知道我求生育有多強嗎 對啊 我爸跟我說我長大我變了 其實我沒有變 我只是擅長偽裝 因為我不偽裝的話 我可能會失去生命 這個明星就沒了 這個我一生老二 那是第一次就有 我就很生氣 然後又不能玩 然後又入門醒來又... 又...那我不舒服 一直講入門醒 真的 你不喜歡 那我問一下 那到底若綺的黑是遺傳到誰 其實我們兩個不會很黑耶 因為我也是白的 應該對吃外面就有一些 還是妳懷孕的時候一直在喝醬油 你說對了 有可能 真的 這個傳說真的嗎 吃巧克力 然後我公公很喜歡乳乳味 因為畢竟都吃不下我公公硬要我吃 就是叫那個醬油 那個搭配 這種農業社會的思想妳也有 怎麼可能喝醬油會變黑了 沒有啦 妳是石器石代 還有媽媽還爆料什麼熱情 我也不曉得怎麼那麼黑 很漂亮 就是很好 她找到真愛 Sanda就愛她黑 會不會是隔代遺傳 妳 對 有可能 因為像我媽媽那邊的 全部都大胸部 然後我遺傳到上一代是小胸部的 黑 這很有可能 這是遺憾 對 真的是很大胸部 因為如果不是隔代遺傳 就很可能是隔壁遺傳 對 大家這樣講 好 第二個 因為我媽說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嚴重的疾控 這嚴重 因為其實我 我其實不是倒不孝 我其實內心是很愛她的 但是因為我們來台北工作 像我們18歲就來台北工作了 那平常 你回南部其實說真的 以前我們都做國光號 非常的遙遠 然後因為這次我媽生日 因為我剛好回南部有工作 我就順道幫她過她的生日 然後她就哭了 她就說 很感動啊 她感動 她說18年 第一次幫我過生日 她說小時候 她把我當公主 每次都幫我過生日 每一年的生日 小時候 在國小以下 每一年都幫同學回 不是很漂亮 她是小朋友 對 可是因為像長大 你不是不回去 是因為你真的剛好工作 或什麼你沒有辦法 因為我必須要養活自己 對啊 然後我就 每次工作沒辦法 剛好就卡到她的生日 所以今年剛好真的有工作去南部 就幫她過生 她就很感動 然後她也跟朋友 我的朋友 四處每個朋友 都跟我媽超好 我媽把我所有的朋友 都當她朋友 一直抱怨說 我女兒就是很 去結婚登記對不對 那個就是沒有跟她先說 然後還先 就玉琳哥不是她幫我當證 我比她媽還先知道 對 先知道 她就是沒有跟媽媽講 因為那個是我求婚的 那我求婚當下我先 徵求就是玉琳哥的同意 就是她當我的證婚 我就好明天要去結婚 我就跟我媽講 我說下午跟我媽媽說 媽媽 我要結婚了 我媽就 是喔 好喔 然後就說 就把我電話掛掉了 可是這個生長 她跟你求婚有沒有跟媽媽講 沒有 因為她先告知她 好像她知道 她比較 對啊 你為什麼先不告知她 好啦 素女 你看 假設用的籃帶 坐葉子 哭了三十幾天 日夜顛倒 然後白天睡覺 晚上不睡 那妳說不會很生氣 妳看嗎 來 我幫妳解釋 是這樣 那個臨時起義對不對 但有一個前提 有一點是交給命運的意思 就是說 如果我有空 他們就會結這個婚 如果我沒空 他們就不結這個婚 所以先問我的原因 有點像在擲筊 對 可以 那現在確認我有空了 所以這個筊擲就算筊了 對不對 要結了 既然要結才能跟你們講 要不然跟你們講 講好的問題 因為我不行 那他們也就沒有一定要結 對 那樹黎姐當時妳是生氣的 是嗎 麥克風 妳不要氣到不用麥克風 生氣的原因是因為她跟我講說 她要結婚了 然後我就 其實我 已經在滴 滴淚 然後就是說 我女兒要結婚了 然後我就一直哭 對不對 因為她第一個時間沒有跟我講 而且不是前一天 根本十五個小時 十五個小時之前而已 不到一天 不要二十幾天上 下午四點多跟我講 她隔天十二點要去辦結婚了 你看 目前之前知道是森達嗎 我是知道森達 重點 他們雖然在一起很結束 重點我當時還沒有 結婚跟在一起不一樣 所以我當時就哭了 阿嬤會感動 妳掛斷 她掛斷之後妳有再打回來嗎 沒有 她有打回來 因為我就是一直在第一 第一 難過 難過 妳就開始哭 妳哭是哪一種哭法 她是嬰兒好不好 妳要講說 一爸爸養那麼大 然後就出去了 然後呢 才那個十八 就是十八歲出去了 然後呢 就沒有回來 然後也沒有孝敬我 然後呢 也沒有 然後呢每一年的生日 都是她兒 都是她弟弟在幫我過生日 然後她都沒有回來 可是我都有送妳很好的禮物 只有電話 然後就是遠遠送禮物 那個不一樣啊 對 對不對 對 當然不一樣 對 當然不一樣 禮物 禮物我自己買 記得我什麼要妳來買 對不對 買妳喜歡的 是人來最重要 妳沒聽說 那反而若琪結婚以後 才是真正妳們母女互動相處 最多的時候對不對 沒有錯 結婚前好像就 不太有什麼時間相處 結婚後 爸爸知道結婚的消息 她的反應呢 這個結婚消息很好笑 是因為我跟我媽講完 所以我結婚 我媽就掛掉電話 然後下一秒 我大概也踏了 已經十一點了 我說媽媽妳有沒有跟人 弟弟跟爸爸講 我媽說妳的事情自己講 她這樣講 我說妳沒有跟爸爸講 她說對啊 所以我爸根本不知道我哥一定要去登機 然後聖達說 你媽媽沒有講 我說對她沒有講 所以聖達答給我爸的時候 其實已經11點多快12點了 她已經在睡了 她說那個 那個請爸爸 我就是要跟妳女兒求婚 講了一連串很感人的事情 結果我爸就說 好喔 謝謝 她也滿實際的 她就把電話關 然後我說妳也沒有講 然後爸爸又好像很開心 我爸爸把我弄掉這樣 就是好像她也覺得很謝謝聖達 謝謝 沒有 我們家的 我們家的任者不會表露出來 因為畢竟人家 那個聖達已經答應要給她結婚 當然不能說不要 因為畢竟如果妳說不要 是不是對 對 不好 對 因為 而且聖達也是一個好孩子 其實沒有錯 至少她不會用 對 也是滿好的 但是要特安全 沒有 入門是在對的 對啊 其實媽媽要抱怨若其什麼 她都說妳用偏方 對 我都這樣跟她 因為她這個小時候很難戴 然後又黑 然後我是聽很多 真的 因為我真的也是喝 我有喝過尿 我真的有喝一陣子的尿 喝過尿 對 為什麼要喝尿 對 尿療法 對 然後還會回 還會肝 還會肝 治療生死 對 真的 她是因為她黑嗎 她小時候我叫她喝 因為她說他們成家的屬性 就是清晨一杯尿 然後病痛都不用 我剛才跟媽媽聊天的時候 就覺得有點尿味 其實我坐在這裡 就好像阿摩尼亞 因為 因為我這樣子喝過 我認為說因為她 就是化育不好 然後我覺得這個荒骰不錯 然後又打狗子給她喝 對啊 妳當時是因為她發育不好 對 只是讓她漂亮 變白 而且她很誇張的是 就是因為我已經胸部 可能比較小 媽媽說那一定是 我們家沒有給妳照顧好 就開始燉青木瓜排骨 不得了 連續喝三年 整個變胖 胖到腰 然後根本胸部都沒有變胖 一直喝青木瓜都沒有 青木瓜不一定胸部會大 就聽人家講 吃這個 我就給她 一定要她漂亮 我覺得其實發育就是多睡覺 沒有 睡覺也會被我媽摩沙 就是我在睡覺一天我睡一睡 突然一個針 刺我眼睛 我想說發生什麼事 她在剪我睫毛 國小六年輕 她剪我睫毛說 睫毛會長長 妳怎麼那麼突然 妳在睡覺她都要 這樣子喔 沒有 因為聽人家要這樣講 我看她很沉睡 就用剪刀剪拿 她如果張開眼睛就瞎了 我真的會嚇死 因為她從 那時候就跟我說 媽媽聽說要剪睫毛才漂亮 就在我要睜開眼睛 要剪睫毛說 我不要 她就趁我睡覺的時候 要我命 好可怕 而且不止一次 那妳老公在睡覺的時候 我們會想要幫她剪什麼嗎 那她破壞在身是不是 但是媽媽這個也不是沒有削 就是妳長得又高 皮膚又好 然後臉也漂亮 唯獨是那裡而已 但是 唯獨在哪裡 哪裡 人家很好好都好 沒有 因為 因為媽媽本來希望 她胸部再更大一點 喜歡 森達喜歡 森達 森達本來就挺扁的 我們今天聽著大家的分享 很荒謬 但是也有趣 不過家人 大家就是要關心旁邊的人 互相露氣求進步 對 所以婚前協議書 認真研究一下 這我們很關心 對 希望下次你來 你會有結果論 加油 那我跟你講 那個錢都不是問題 大部分很小孩 我跟妳保證妳小孩生下來 一定會發一筆大財 對 會 真的嗎 而且妳現在紅光滿面 真的 真的 會 是男生還是女生 可以講嗎 不行 好棒 不行 女兒最好 真的 女兒是最好 女兒的靈動力比招財貓還強 更強 你看我女兒誕生以後 我女兒八歲 這八年 好幾個億 歌從普通的通告藝人 變國際巨星 真的 真的 真的女兒很棒 恭喜妳 妳就切下去吧 加油 OK 謝謝大家 謝謝